DAC 2016 ICT P1A MC第26题 这些题刚刚有一半考生探险 坦白说,你建设一个线线的时候 就会用一些 communication link 我们比较它们的 data transfer rate 这里包括什么呢? 有6的线线 有 satellite 的通讯 有光线 现在想将这三样东西 它们的 data transfer rate 由细至大排列 由慢至快 其实这里有三样东西 我们大概可以分开做两组 Casix cable 即那些LAN线 就是LAN的 cable 最低的是光纤 Fiber Optics 中间的就是卫星传送 Satellite Dish 地球地面有些锅 去接收卫星的通讯 卫星可以覆盖到地球很大面积 比如一个国家或者很多城市 一个地区 但是有个缺点就是 因为它离地球很远 那些信号是有delay的 和它的bandwidth 始终因为它是无线的 它是wireless的 暂时来说 有线都会是强过或者快过无线 当然这个未必是绝对的 只能够说是相对的 一般来说 有线是会快过无线 而这件事可能将来都会有机会变的 因为随着5G network的面势 即无线是越来越进步的 只能够说暂时来说 起码在2016年 2011年 无线还是比较慢的 所以Satellite应该是最慢的 所以答案不是B 而是D 接着我们再比较Casix cable 和光纤Optical Fiber 这些可以上网查 例如Casix Standard是1000Mbps 而Optical Fiber 它的单位 就是Network bandwidth的单位 是TeraBit Per Second 这个是Tera 1T等于1000Gbps 因为这个是Network传送速度 不是Storage 不是1024 这个是1000 跟回十准键 而1Gbps 就是1000Mbps 所以光纤去到TeraBit Per Second 就远远高过Mbps 所以光纤 应该是最快的 Fiber Optics Casix是中间 所以答案是B for Boy